快為金鐘五十按讚 天天送五千 還有機會玩 財經搖搖的抽六萬大獎 車區內機械停車格上 停了一台黑色的紅牌重機 還用粉紅色的束帶 將車體固定以避免倒下 但仔細看車牌下 被張貼了一張警示單 告知車主將重機停在這裡 會影響到他人安危 都會自已的 現在說不能停 那我車子要停 機車格也不能停 那我等於是 如果停外面也沒有人可以負責 到現在吧 到剛剛還叫我用 用隊長機叫我出來移車 車主在24號晚上開始 將原本停在外地的重型機車 牽回社區內的停車位停放 車位還是每個月繳費租來的 但卻被管委會告知 不能將機車停在汽車停車格上 還將車牌號碼貼在布告欄公告 讓吳先生感到十分氣憤 覺得自己的權力嚴重受損 關於大樓地下停車位的部分 那應該是可以透過去分所有全人 會議的決議以及規約去決定 是否可以停放機車 日式表示在社區內 如果管委會有經由會議通過 而訂定規約 那麼吳先生恐怕就得遵守規定 但要是覺得不公平的地方 還是有其他管道可以解決 那如果個別住戶覺得 他有顯示公平 現在他權力的話 那他應該在三個月內 向法院訴請撤銷 即使在一般公有停車位 重型機車被規定 應該停放在汽車停車格上 但在社區內 管委會還是有權力 透過規約來執行規範 所以律師也建議 要是民眾覺得權益受損 可以透過法律途徑 向法院訴請撤銷 不合理的住戶規章 以保障自身權益